我们来看一下地责新闻 独家 汪东城和聚会上拍绝对达令的海报 为了珍珠奶茶放弃出来的美酒 他们机器人 他是机器人来的 拍下 有台湾偶像汪东城和韩国女星聚会上 所主演的全新偶像剧绝对达令即将上当 也因此两人特别近朋友为宣传海报拍照 今天拍照嘛 然后我们是拍摄了海报的部分 那基本上呢 其实我们是分开拍 也有一起拍这样 那我的部分可能 就是因为奈特里面就是 他是一个就是小飞 就是希望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情人 所以他可能很会做菜 然后很约翰 然后可能很壮硕 所以呢我就有三个卡 就穿不同的衣服这样子 那还有小飞的部分 那在里面也有跟他一些情侣之间的互动 不过这个互动怎么看起来 两人好像不太熟耶 难不成是太害羞了吗 本身就是因为工作人员就说 你们互看 就是不想因为他们希望我们眼神可以相对 那看到的时候他们都会说 没默契 但是没看的时候 就特别有默契 在拍摄的这三个月中 聚会上迷上了台湾的珍珠奶茶 常常一天要来个两杯 也因此胖了不少呢 但其实在迷上珍奶前 聚会上是比较爱品尝酒的 也因此语白特别送上 米酒和珍奶让他二选一 没想到聚会上毫不犹豫的 就选了珍奶 演员汪东城在戏中是一位机器人 所以免不了有重包装和现身的桥段 虽然看起来很帅 不过半机器人缺哭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没有啊因为本身其实汗线比较发达 然后如果夏天又 因为在这部戏其实有很多动作的部分 可能要打或干嘛的 然后就真的 然后最难避免又是因为机器人又不会流汗 所以呈现一个五四三二 万一中流汗就必须咔的状态 所以其实拍摄整部戏还 在这个部分蛮硬的 辛苦了工作人员要一直帮我擦汗 聚会上来台的这段时间因为都在忙拍戏 所以没有好好的到台湾观光 也因此大动和他约定好 下次来他一定会带他去想吃的地方哦 不过好家在我们拍摄这部戏 对到了台湾很多好玩地方 例如说平溪 还有我们上次有去高雄的爱河之类的 他会想要去哪里走吗 下次来台湾可以带他去走 这个 这个 其实我经历宵一个房间的 这些 其实有很多 对 但是 因为 我觉得 因为 年的厅 拍摄 crude 我不愚围 不愚围 因为 同样一点 我就想要去的桌子 但是 就该地方 老师 用无垄顺的采访报道 我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